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能夠在大小活動 斗髮支援 農好農滿喔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4月社群日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下禮拜的話就是4月份社群日即將到來了 那官方在前陣子有公佈這部影片 應該有大多數的玩家已經猜到這隻主角 就是初代的草根毒系寶可夢 喇叭牙 所以我們今天將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社群日活動內容 以及喇叭牙最終進化型的大實話 在目前Pokemon GO的實力是如何 好 那首先的話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一次的活動內容 10月份社群日的時間 將會在下禮拜 10月20號 禮拜六下午2點到5點期間 那這一次的加碼獎勵 是大家最期待的捕捉星辰3倍 相對的是不是說 這一隻角色獲得社群日招式也沒有用呢 不過我們今天影片會毫無保留的 把大實話摸個徹底到底強不強 至於加碼獎勵其他部分的話 跟之前社群日是相同的 像是捕捉石糖果2倍 薰香油油模組延長到3小時 插來羅堂獲得的機率也會加倍 那在社群日拍照的話 將會跟喇叭牙有驚喜借購 至於當天的話 也能夠特殊交換兩次 並且交換的時候 星辰減半 通常獎勵 但你都會找新朋友進行交換 在星數比較低的情況下 比較容易遇到攻低體防高的神獸 而且星辰減半也消耗資源比較少 所以這裡就是4月社群日 加碼獎勵的內容 再來的話是玩家如果5點之前 你都有試的話 在5點之後也能夠參加加碼團體戰 就是在道館的部分 有四星的團體戰頭目 口呆花可以打 討戰完成之後也會在道館附近 遇到喇叭牙 色違的機率也會跟社群日相同 在300公尺的範圍內維持30分鐘 然後目前官方也已公布了 社群日的限定貼圖 是喇叭牙為主題 玩家如果喜歡的話也能夠收藏起來 再來的話 玩家如果想獲得更多道具的話 也能夠用一美金購入這次的 喇叭牙社群日特殊調查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主角 也就是喇叭牙的部分 它會在社群日期間在野外大量的出沒 而且色違的機率提高 色違也蠻好看的 從原本的綠色變成全金色的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最終進化型的大石花竟然不是全金色 反而有點青綠的感覺 這則上來說還好而已 不過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 在活動期間加5小時 也就到晚上10點之前 你一定要把二階進化的口袋花 進化成最終的大石花 才能夠獲得這次的社群日限定小招 魔法葉 然後魔法葉這一招 在目前Pokemon GO裡的數據 算是一般般 本身的威力跟能量算是蠻均衡的 但是出招時間有點久 竟然要3T 原本大石花擁有的草系小招 是飛躍快刀 是以單點輸出為主 然而魔法葉從數據上來看 帶給大石花的優點就在於 出招速度會比較快 只是少了殺傷力 是否能夠在對手出招之前把它點掉 或者是更有效拼大招 是如果你配魔法葉的時候 大石花必須考量的部分 整體來說是有好有壞 就看玩家怎麼去思考 魔法葉跟飛躍快刀的差別了 再來的話 在活動期間也要提醒大家 記得超級進化毒系或草系的寶可夢 那目前能夠讓你獲得更多糖果的 分別是超級妙花花 超級大真風 超級耿鬼 超級蜥蜴王 超級暴雪王 以及最後的原始固拉多 然而原始固拉多比較特別 雖然不是草根賭系 但是還是能夠讓喇叭亞獲得糖果增加 然而也根據玩家超級進化的等級 能夠獲得糖果以及菜樓糖 或者經驗值的加倍幅度 都是不一樣的 這部分就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好那以上的話 就是這次4月份社群日的基本資訊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將帶大家來看一下 本次社群日的主角喇叭亞最終進化型的大絲花 獲得社群日招式的實力如何 那開頭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成長過程 大絲花在初階的話 是喇叭亞 同樣是草根賭系 進化之後變口袋花 最終變成大絲花 那在早期飛快到很強的時期 我們甚至有看到大絲花 以及口袋花 一起上陣的一個場景 但是因為口袋花本身 並沒有夜刃這麼好用的招式 相對的如果要選擇的話 大絲花還是比較強一些 至於大絲花 如果目前在Pokemon GO數據的話 50等CP達到2748 算是一隻僅限於超結盟跟高結盟的角色 當然也因為受到CP限制的關係 它在大絲營盟的一個體質上來說 並不是特別理想 因為從數據來看的話 它攻擊力只有B 坦度只有C 相對如果你要在大絲營盟使用 至少要其中一個達到A以上 會比較好在體質上來說跟對手硬拼 不過說實那麼說啦 大絲花在超級或高結盟 也並不是一直以坦度駐成的角色 它本身的話攻擊力非常高 那如果論同屬性的話 草根賭系 我們這邊比較的角色 分別是廟花、霸王花以及羅斯雷朵 可以發現到大絲花的攻擊力 確實蠻高的達到133 但坦度是偏弱 只達到12.6 重量體質1678 算是中等 不過論這三個數據的話 這四隻比較起來 大絲花並沒有占到優勢 因為攻擊力有更高的羅斯雷朵 坦度的話 廟花則會更強 相對的大絲花剛好處於中間值 然後當我們把CP升到2500之後 這狀況並沒有特別的改變 因為四隻角色 同樣都能在高結盟使用 只是大絲花的缺點就在於 高結盟大家坦度很足 就算遇到屬性優勢的角色 你也並沒有辦法像超結盟 那麼快把對手切死 相對的 我們體質上算攻擊力很高 但是使用性上來說 從排名能夠感受出 它高結盟使用性是比較低的 所以從體質來看的話 它是一隻玻璃砲的角色 相對我們要注意一下 它的屬性弱點到底有哪些 那它本身是草跟毒系嘛 弱點的話怕火、飛行、兵跟超能力 而抗性的話還算不錯 至少55種 如果論屬性的對位上來說 應該算是55波 不過除了弱點屬性之外 它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陷 就是它本身只會使用草跟毒系的招式 然後裡面比較尷尬的是 當面對到剛系或者毒系的時候 這兩個招式的屬性剛好會被抗到 所以除了弱點的四個屬性之外 你還要把剛跟毒系給考慮進去 是玩家在玩大絲花時必須注意的 不過如果要以隊友的適配性上來說 我們比較常看到剛系 像雷吉斯奇武、護城龍或者是泥巴羽 跟大絲花搭配的話 屬性上互補的程度會比較好 所以屬性上的弱點缺陷就只能靠隊友了 那這邊我們著重的是 它的大小招組合的數據 能否彌補它這缺陷 首先的話我們看一下大絲花目前的小招 在社群日之前 我們是有肥塊刀跟龍解藝 這樣招的話因為龍解藝的數據太差了 基本上我們都會看到 肥塊刀的招式為標配 但是魔法葉登場之後 確實能夠讓它有更快出招的一個空間存在 不過多數的玩家應該會覺得 飛躍快刀還是比起魔法葉來的好用 因為我們既定一項 就是要靠大絲花的高攻擊 直接把對手消失 讓它連出招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魔法葉真的不如飛躍快刀嗎 這邊我們用科學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到 到底兩者的差距會是如何 這邊我們以都能夠發動 一發葉刃的情況下來看的話 可以發現到如果雙方各發動一下 然後能量還有五點的情況 我們能夠注意到每一題的時間 魔法葉是9.2 飛躍快刀只有8.5 從同樣都是以一發葉刃出招的角度來看的話 魔法葉的數據確實比起飛躍快刀來的好上一點點 不過應該會有玩家認為 那五點能量的差距說不定會讓飛躍快刀 其實沒有輸那麼多 那我們這邊來直接整除的話 可以看到魔法葉每踢的真實傷害是10點 飛躍快刀的話 每踢的真實傷害只有9點 相對的差距是更大了一些些 藉此數據會說的話 我們能夠感受出 雖然飛躍快刀在大家既定的印象中 是比起魔法葉來的強 但是論真實傷害的話魔法葉其實是小小的up 不過實戰的狀況跟我們紙上談兵的結果不見得會相同 所以到底魔法葉比較強還是飛躍快刀的話 玩家們就自行評估了 至於大實話目前的配招的話 葉刃算是標配啦 因為他的威力以及能量的部分都算是非常優異的 只是屬性上的弱點可能相對比較多 但是我們也只能這樣選擇 至於第二招的話我們要選擇不一樣屬性的 多數會選擇算一炸彈 將對手防禦力 把我們的小招飛躍快刀逼到最高傷害 不過偶爾我們會看到一些玩家配物理炸彈 就是要印一些沒有抗毒系招式的角色 所以這三招的搭配算是我們在大實話對戰中比較常看到的 然後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魔法葉比起飛躍快刀 在PVP來得好上一點點之外 他在PVE的數據也是有所提升的 我們拿出來的是大實話目前PVE前五個傷害量比較高的招式 玩家能夠注意到魔法葉的傷害量是比起飛躍快刀 多了大概0.4啦 雖然傷害量的提升幅度不高 但是實際還是有UP到 不過也因為大實話本身的攻擊力並不算太高 就算使用暗影版本的 他最高傷害的DPS也只達到18.4 那毒系傷害的話是目前第五個的龍解翼加霧逆炸彈 只達到17.9 講得數據要跟目前主流的PVE打手相比的話還是有一段落差 首先草系因為DPS的秒數傷害只來到15.2情況 這邊的話甚至連前八名都排不進去 那看來草系沒有三存弓箭 我們這邊看一下第二個屬性是毒系 毒系的話因為DPS的秒數傷害只來到14.8 雖然已經非常逼近普隆隆姆的一個15.2了 但是還是排不進前七名 相對的我們可以發現到他在草系或者毒系PVE的話 還是有更多角色比他好用 所以這一次社群日獲得魔法葉也算實力上是提升一點點 但其實幅度並沒有到非常的理想 那玩家們在社群日開始之前其實是在預測他的招式啦 那這邊我們也把他未來可能會獲得的招式也列出來 可以發現到他的小招其實有藤鞭跟總理機關槍這種高遜能的 又或者是傷害跟遜能不錯的毒擊 就這幾招都能夠讓大絲花在小招部分實力上提升的幅度 絕對是比起目前所獲得的魔法葉來的高 至於大招的話 像是我們打帶跑的飛夜風暴 或者是能夠降對手攻擊的猛撲這兩招都不錯 再來是泰山阿鼎優秀的數據 以及屬性打點能夠剛好反擊目前比較怕的 剛系跟兵系的氣象球都是不錯的招式 所以就原作的招式來看這次大絲花僅獲得魔法葉算是比較遺憾的 不過就未來性上來說還是值得期待啦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看完這一次的數據 不知道玩家們是否跟丹尼一樣感受出 魔法葉確實是給大絲花的實力提升了一點點 但是整體的用途並不算特別明顯 這樣他本身並不是能夠以單兵作戰實力出場的角色 一定要靠隊友輪轉或者是寶盾 讓他壓尾在最後直接消死對手 才是我們目前大絲花在對戰中比較常看到的一個應用 所以這邊我們評價並沒有辦法到太好 加上他色為版本的顏色並沒有到非常好看 所以這次的社群日如果只拿到魔法葉的話 至少我們還有這個加碼獎勵 也就是新陳捕捉三倍的部分 玩家如果對大絲花沒興趣的話 也能夠找一個寶可夢比較多的地方把它農好農滿 也算是活動的亮點之一啦 所以在看完這次社群日資訊之後 你是否對大絲花也有同樣的看法或不一樣的意見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丹尼一起討論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或是聽說明各位的影片見 你們聽說明我們能夠請問 這個影片見到一起討論 我們下期時間 我們下期時間 總共有興趣的影片見 找到人家 這位影片見到這裡 你打三個Thank you 下期時間